今天下午2點13分左右 有一位住在萬華的李昆城 他是五三年次 他是從這個正門大門走進來 當時也沒有任何遺狀 突然間他是走到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柱子旁邊這個地方 他本來他身上有一個鞋背帶 然後再拿一個手提帶 他從手提帶裡面點火 拋向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服務台的下面 那因為他的火勢不強 所以丟下來以後就熄滅 那我們在場的服務台內的保全人員 立即跑出來 當場來阻止他 同時要制服他 這位李先生呢 就在這個大廳裡面走來走去 那當時旁邊呢 我們本部的同仁 剛好是兩點多的時候呢 同仁在上班中 那同仁也走過來 還要阻止他離去 那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另外一位保全人員呢 也按照我們內部的 這個處理圖畫事件的要點 通知了我們轄區 用電話通知我們轄區的 借收入派出所 那大概在十九分左右 兩點十九分左右 在五六分鐘以後 就介入他所有的員警 就隱約先行到達 後來又入行人之原來 那當場把這一位 李昆臣先生的 來捕帶出來 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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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鬥